啊!那不是嗎? 重槍的天才小役 九秒的天才小役 哈囉大家好 今天就來回顧一下上一季的話題大作動畫 Oshinoko 我推的孩子 我推的孩子漫畫原作是由翅膀跟橫槍 兩位知名漫畫家聯手作品 由動畫工坊負責動畫製作 這幾天一口氣一次補完 真的能夠感受的出來 製作組對這部動畫 滿滿的熱情跟處理 11話的故事可以簡單拆成4個章節 分別是心野愛與雙胞胎的誕生 驚天甜電視劇與尤馬加奈重逢 戀愛真人實境秀登場與黑川芊的相遇 最後是復活的B小挺 第一季改編了漫畫是死回的劇情 動畫節奏安排得很不錯 事件一件接著一件 一直到動畫完結我才意識到 我推的孩子只有11集 原因是因為第一話誠意滿滿的90分鐘 官方也是宣傳毫不手軟 早在4月新番開播之前就在大力宣傳 在今年的3月17日 就先行在日本電影院上映第一話 根據動畫官方YT上面 對監督屏幕大幅的訪談就表示 製作組都是我推的粉絲 所以在製作的過程中 都是充滿著幹勁 在開始製作第一集愛片的時候 就已經決定要用做劇場版的方式下去做了 甚至連BD跟DVD都要單獨出一卷 這些都是一開始就決定好的 第一話90分鐘關於愛的劇情 對應小說中人物的視角 他過去也是B小婷的成員 愛在其他人的眼中實在是太過於耀眼 身上的光芒完全蓋過了其他的團圓 讓團圓既是羨慕又很嫉妒 愛是如此的特別且完美 但是這一切其實都是愛用謊言所堆疊出來的 就像MV之中在舞台上跳舞 把大家迷得暈頭轉向的兔子 之所以會用白兔套裝也跟日語的語言有關 典故中的角兔三哭角兔子的就是殺雞、詐欺 正因為愛的表現太過於完美 也才誕生出了良界這樣的瘋狂粉絲 4510小說的最後B小婷的成員 也刪除了愛所留下看似軟弱一面的訊息 因為身為愛的信徒無法原諒這樣的愛 這也對應了歌詞中無法饒恕並不完美的你 從小就父母離異最後又被母親拋棄的愛 造成愛缺乏愛人與被愛的經歷 在MV之中站在破碎的心前面的愛 使Aqua跟Ruby的誕生讓愛感受到家人間的親情 也因為自己不斷的說謊 所以也不曾向Aqua跟Ruby傳達過自己真正的感情 因為害怕意識到可能會變成謊言 一直到生命的最後愛才開口向兩人說出 但是這一次並不是謊言 天空中象徵愛的一等星消失 這也代表著這位傳奇偶像的殞落 MV版本最神的演出就是在歌詞的最後 愛脫下了不偶裝 象徵卸下了平常用來偽裝自己的謊言 抱住了長大的Aqua跟Ruby說到愛してる 這也是愛心目中最想做的事情 以及觀眾最想看到的畫面 在MV之中被中山職哉老師給還原了出來 為了在我推的孩子第一話中能夠有更好的表現 製作組跟聖優真的是卯足了幹勁 總作間平山寬菜發推特表示自己就親自修了400卡 高橋李依為了要能夠完美演出愛最後的告白 還特別請教了醫學系的朋友 想了解人的意識隨著傷口出血量的變化 意識逐漸模糊是什麼樣的感覺 本人在訪談的宣傳影片裡面 也有努力向觀眾安利最後的橋段 最後 隨著第一話的播出之後 我推的孩子主題曲AIDOL徹底爆紅 5月已經刷新了日本最速破譯播放次數 負責OP演唱的YOASOBI也發推特感謝大家的支持 截至目前累計播放次數是2.5億次 在這之後故事的走向也能夠完美對上OPED的畫面 摔破的眼鏡代表醫生隨著轉身變成了AQUA 愛死亡的真相被埋沒在了偶像粉絲的熱情之中 為了愛AQUA跟RUBY兩人各自走上了不一樣的道路 ED的曲名叫做Mephisto是由女王風演唱 在危機百科中有提到是歐洲著名福士德之中所登場的惡魔 希拉語的名稱組合可以翻譯成不是光的愛好者 或者是說謊者對應故事中代表善良的福士德也是在暗示 我推的孩子中AQUA跟RUBY RUBY在ED中沿著樓梯往上走 在OP中接住了天上最亮的一等星 繼承了愛的意志 AQUA在OP之中不斷的在追尋愛的身影 在ED之中投影機上放映的電影是過去雙子跟愛在一起的美好 AQUA選擇走上復仇的道路沿著樓梯往下走 ED開頭的兔子玩偶是靠著紅色的視線驅使在行動著 如果兔子代表愛那麼紅色的視線的另一端 應該就是當初促成愛改變成為超級偶像的那個人 也就是AQUA跟RUBY的生父吧 最後AQUA跌入陰暗的湖水之中身上也同樣纏著紅色的視線 也代表復仇在驅使著AQUA前進 與RUBY相反AQUA就算努力伸長了手也觸摸不到心芒 最後化作泡沫消失在水中 可能也暗示了AQUA隨著追查兇手一步一步的走向毀滅的未來 MV跟ED分鏡的演出都是出自中山執在老師之手 老師還發推特表示 雖然說ED原畫卡是一人擔當 但開始部分的畫面還是請平山負責了動畫跟原畫 在這非常忙的時期真的是太感謝了 在同一季度同一作品中 能夠跟女王鋒與阿蘇比一起製作的動畫 真的是非常的光榮 總作間平山也忍不住發推特稱讚中山執在老師 不僅是負責了MVED的腳本還一個人負責了ED原畫 真的是被這樣的動力給感動了 我在ED中的作業幾乎沒做什麼事 也就在角落稍微畫了點插畫而已 故事來到了正片為了復仇 AQUA決定早上之前一起合作過的導演 因為自認沒有演員的才能 才決定跟著導演學習幕後的剪輯工作 為了讓RUBY完成當偶像的夢想 AQUA決定讓RUBY加入自家的 一起GoPro事務所組成新偶像團體 並且一起就讀開設有演藝科的陽東高中 在那裡又再一次遇見了 過去一起拍過電影的有馬加奈 當時三歲的AQUA演技 讓加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RUBY對加奈的印象是甜小蘇打的天才童心 漫畫中沒有的畫面被動畫給畫了出來 加奈甜小蘇打的GIF 還被官方放在了推特上成為了惡搞的素材 最後還真的接到了清潔技的合作工商 但是加奈真正的稱號是 對於AQUA加奈本來就只是想要再跟AQUA見上一面 再發現AQUA與自己一樣就算不紅也還是繼續留在演藝圈工作 就對AQUA頗有好感 於是便邀請了AQUA參加金天甜電視劇的拍攝 金天甜的漫畫其實也是原作赤板明老師與輝月大小姐的聯動 出名的部分也是在玩梗作者叫做青板青 裡面的劇情可是連瞧不起戀愛漫畫的時尚都感動到不行 不過在我推的孩子動畫版裡面 原作漫畫青板青老師的名字被改為吉祥師賴子 由伊藤進負責配音 AQUA本來是拒絕邀請的 但是製作人的迪木聖也與過去的愛有關 為了確認迪木P是不是自己的親生父親 AQUA決定接受邀請 結果才發現金天甜的電視劇演員演技都非常的深色 加奈為了配合電視劇的拍攝完全不能發揮自己的演技 這也是加奈成長之後的結果 演員最重要的是交流能力 除了演技之外還得揣摩出劇本外的意圖 導演也曾經跟AQUA提過 過去加奈總是在炫耀自己的演技而忽略了這一點 在過了巔峰期之後就變得乏人問津 現在的加奈認為比起自身的表現 要讓整部劇變成能看的作品是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加奈很珍惜這一次的演出 也認為迪木P就是看上了自己這一點 但是現實是金天甜對於迪木P來說就是一部商業宣傳 迪木P就是看準加奈很想要工作這一點 利用加奈剩下的人氣 至於加奈很在意的演技 迪木P其實一點都不在乎 這也是業界殘酷的一面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得到真正的認同 這讓Aqua有點不太高興 決定在達到目的之後大鬧一場 諷刺的是在搜索犯人線索的Aqua 這一次要扮演的居然是像過去刺死愛一樣的更衝狂 動畫還追加了舔刀子的畫面 當時B真的演技也被很多網友吐槽是Aqua的本色演出 Aqua的發揮也改變了片場的氣氛激發出了加奈的真正實力 加奈完美的還原出了漫畫中的名場景 原作漫畫的老師也是很感謝加奈的發揮 看最後加奈表演主人公最如愛河的表情應該不是單純的演技 加奈也是在這個時候才開始喜歡上Aqua的吧 慶功宴上還很順便的問了Aqua有沒有女朋友 看來是真的暈船了 在這之後Aqua順利的接觸到了迪木P 建立的結果也出來了 迪木P跟Aqua沒有血緣上的關係 但是Aqua為了要獲得更多愛的情報 於是答應迪木P參與戀愛實境的演出 接著開啟了下一個篇章 以上就是我推的孩子第一話到第四話的劇情整理 之前上一季一直很想做但是擠不出時間 現在就順便幫第二季暖身一下 因為是隔壁棚水星的魔女過來的 聽到美米子的聲音都會不自覺的腦補迷迷迷的畫面 腦袋一直打結算是蠻有趣的體驗 那麼這次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抱著跟加奈一樣沒有人看也要繼續幹的心情 沒意外的話我應該是會把坑填完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那麼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